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是方砖 刚才录完那期无印良品之后 有点意犹未尽 我就想起个事了 再跟大家聊一小段 咱们两个事情 一个是聊一聊大明湖畔的红星耳克 你还记得它吗 它已经基本上凉了 这是一个事 另外咱们也回应一下 我这个EDG那期电竞那期 聊的一些观众反应比较强烈的一个问题 好吧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咱们得说一说 这个红星耳克怎么回事 那我们知道当初七月份的时候 红星耳克火了一波 当时好家伙爱国就要红星耳克 我还专上做了一期视频 聊这个话题 还记得吗 那咱们简单三言两句 给大家复习一下 当时是吧 董事长在直播间 大家要理性消费 不要盲目消费 然后粉丝留言 就要野性消费 有些人冲这个红星耳克会员 冲到了2140年 他肯定活不到2140年 对吧 但是人就冲了 于是在鱼路顿推动下 红星耳克战上流量巅峰 销量因此大涨 整个7月下旬 直播间只要电源 一上架商品 就一抢而空 所以仅在7月23号这一天 打破了品牌 有史以来多项记录 比如说销售额增长了超过52倍 总销售额超过2200万 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400万 累计在线人数超过数十万 这样的情况在各种门店也是纷纷火爆 在网上有一些人 在这个有一个好像中国以前 还有一个网红 好像叫什么叫逼哥还是什么 跟红星耳克那 红星耳克 牛逼 就是跟那做秀 然后三个月过后了 100天了 我们看到红星耳克怎么样 那么实际上根本没用100天 在8月1日 红星耳克的流量达到巅峰以后 就进行了一个断崖式的下跌 那么现在红星耳克掉粉的速度非常之快 那么根据中国的这个国内的数据显示 红星耳克30天内 抖音的粉丝量减少了近30万 平均就是每天掉1万粉 而同样在红星耳克的实体店 门口写着大大的疯狂打折 可是人流量大幅减少 疯狂打折 可是顾客只有零零星星的小猫两三只 之前那种整个商店人满为患的情况 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就是红星耳克 那红星耳克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有意思了 你们看啊 红星耳克的主要就是有很多顾客反映 说它质量有问题 有顾客就说 说这个红星耳克运动鞋 买回来一个多月 实际穿着不到10天 鞋面多处破裂 连接鞋面和这个鞋底面 中间的鞋帮是吧 我们北京话的鞋帮 多处破了裂缝 影响穿着体验 那这顾客呢 说当初买鞋也是冲着这个红星耳克这个捐款的名称去的 但也希望质量稍微好一点吧 你让我能穿个一年是吧 我不求求穿个3.5年 穿个一年两年的 但是只穿了10多天就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刚开始呢 去店里边 店里说可以换 然后呢 又说超过时间了 不负责了 不给换 这么明显的质量问题 这顾客原话 这么明显的质量问题 这个店员自己也看到 这不是穿出来的问题 完全是面料问题 这个我也不是无理取闹 这个我指的是顾客 可是这样的问题 红星耳克就是不处理 如何如何如何 还有呢 有的母亲也是给孩子买了红星耳克的鞋 结果穿了两天 脚磨出鞋来了 于是不穿了 又换回原来的牌子 好 新闻说完了 我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才觉得意犹未尽的一个原因 红星耳克的问题 和这个无印良品 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中国商人 他们永远不会把利器用在正地上 那么根据我的观察 红星耳克火爆之后 本来是个很好的消息 借用这个消息 好好雇佣一些设计公司 是吧 把自己的品牌重新包装 别老抄人家国外的 就斜的样子 是不是 做自己的形象 做自己的牌子 做自己的这个logo 完了以后 推出一个好的 质量上乘的产品 但是红星耳克做了什么呢 请了一些人搞代言 又是跟这个流量明星合作 又是跟那个游戏 还是小说什么合作代言 他把这点钱 这点有限资金 带来的利润 全部用在这些 屁用没有的一些噱头上 而实际上 影响红星耳克的是这些噱头吗 不是 是他自己的质量问题 中国人缺的 就是一个踏踏实实 脚踏实地做事情 不玩这些花活 刚才那个无印良品也是如此 中国的那个无印良品 就像他们说的 改成有印良品 好好做品牌 做名声 做的把无印良品做的倒闭 那我算你牛 对不对 没本事 就知道抄 就知道山寨 就知道抢住 跟这个红星耳克是一路的货色 打着爱国旗号 所以说有些人呢 他就是蠢是没办法 在哲学历史上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叫做人不能两次踏出同一条河流 可是呢要我说啊 有些人就不止两次 他可得多次跳进同一个坑里边 中国利用这个爱国作为噱头 坑了多少傻串 多少脑残 中国普通老百姓家里边 想买辆车 是不是啊 这个出行啊 也是一种身份象征 然后呢 买日本车好呢 还是买德国车好呢 可这时候呢 国内来一帮宣传 好呀 日本车不行 美国车不行 我们就要买国货 买红旗 远的不说 前两天我刚看了一个 就是国庆期间 国庆前这哥们 是吧 喜提红旗 然后国庆期间 就什么趴窝 趴路上了 趴的那个 没开多远 趴路上了 走不了了 那红旗外面看着 好像可包装 可漂亮 可高端大气上档次了 结果后来 有一个网友评论什么 这个红旗教舍 就是一台会在路上跑的工业垃圾 质量不行啊 至宝一过 除了他妈喇叭不响 哪都响 这车你有病开啊 老百姓不是不爱国 对不对 中国很多老百姓不是不爱国 问题是爱国不能当饭吃啊 不对 你如果生了一张外国人的脸 你比如像那个什么 那个郭杰瑞 是吧 你也长得跟人家似的 你可以用这张皮 然后操着一口 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你来洗这个爱国粉 是吧 来洗这个爱国钱 那你能赚上钱 除此之外 老百姓家里边 谁挣到这些钱 不扯淡的吗 对不对 所谓的爱国是 你们两个质量差不多 或者你比人稍微刺一点 看在爱国的份上 买你的买你的买你的 知识国货 但问题是 他们一个能用 一个彻底不能用 傻子才去买爱国的东西 结果红星二课 就圈了一圈傻的 所以说 在中国这个奇葩的国度里面 真的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那些辛辛苦苦 兢兢业业 好好做品质的公司 倒闭的倒闭 被抓到被抓 前面就有一个叫什么 孙大武 大武集团 是吧 整个是连根倒了 而新一点的 像马云这阿里巴巴 现在也是 瑟瑟发抖 在寒冬中 跟他的这个马化腾 二马一起 瑟瑟发抖 好怕好怕 一说共同富裕 赶紧 一千个亿捐出来 就这样 怎么在世界民族之邻屹立 就这水平 怎么去跟世界上的巨头竞争 中国自己祖宗有句古话 有句老话 酒香不怕巷子深 可是中国这些企业家 我说实在的 可能酒香的都被收购国有了 都倒闭了 没有人去好好做品质 中国在各方各面 我今儿把话撂着 你去想 中国在各个领域 全都是一群挣快钱 挣烂钱 就这样的资本在运作 或者你换个手就讲 可能洪水尔克 用了自己献身说法 帮助中国的普通老百姓 上了一堂 什么叫做扎品牌 扎企业的这么一个 形象生动的上当受骗 言传身教课 以后中国老百姓 还是什么好使买什么 什么好使啊 奈克尔阿迪 好了 那这事我们过去 咱们说第二部分 就关于上次 我说这个EDG里边 我看到很多网友反应很热烈 有一个里边很大一个族群 可以说绝大一个族群 就跟我说 说砖头啊 你要理解 他们是年轻人 年轻人打打游戏 放松一下 没问题 他们喜欢这个没问题 沉迷没问题 谁没年轻过 谁没打过游戏过 这里边就有一个网友 有一个留言 我非常理解他 他也非常理解我想说什么 我给他点了个赞 那个网友说 说他以前在国内 也是个小粉红 他的学校里边也是 每天就打游戏 下篇 干嘛呢 然后呢 混日子 结果他到了德国留学的时候 一留学 傻了 被周围同学震了 人家德国同学问他 道德经咋回事啊 他不懂 他说 他说我没读过 然后一说什么台海问题 人家德国的同学 给他掰一手 说中国跟台湾冲突 对中国的极点坏处 这哥们都傻了 他自己都不清楚 所以这朋友在这个留言里边就说 说我只能跟那傻叉 或者跟那喝闷酒 他心里很郁闷 我特别理解他 这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的 你们很多人劝我 说孩子们没问题 孩子们等等怎么样 那是以你们的标准 那是以你们身边的境界 和你们的眼光看完没问题 但是你要清楚 中国现在就像一个纲一样 你们在缸里面或者在井里面 看没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井外是什么样子的 你们看着人民日报 看着CCTV告诉你们 外国孩子每天就干那些 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是那些CCTV 那些新闻联盟 他们不告诉你的事 那些爱学习的 那些真正主流的 真实的生活中的那些国外的孩子 他们关注什么 咱们就像刚才网友说的事 咱们举例子 人家是吧 德国的留学生 能给你中国留学生 掰着道理给你讲 打台湾对于你自己的影响 那我问你 你们中国的孩子 你能有几个说清楚人德国 比如说德国有几个党 德国执政党是谁啊 德国几个主要的经济区 几个重要工业区在哪 德国历史人有哪些伟大人物 除了那个希特勒以外 还有几个你们知道的 你发现没有 一无所知 再包括往世界上说了 把眼光放到世界 南美洲有几个国家呀 他们国家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再比如说印度 你们很多人看不起印度 那你知道印度的经济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吗 印度的哪一个省经济好 哪个省经济不好 印度的真实的军事实力到底如何 你们关注过吗 都看CATV的东西 都看那些只宣传中国自己牛逼 然后宣传外面都傻的那些文章 我可以肯定的说 中国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 你们说的没问题 是以你们的环境为前提 而我说的有问题 是以世界的环境为前提 终究你们要走向社会 这个世界最后竞争 不是内卷 而是跟外面的竞争 那你告诉我 中国你这样的孩子 拿什么去跟外国老外竞争 人家的孩子 在你的孩子打着王老荣耀 打着什么什么英雄联盟 为了一个战队的胜利 去烧自己的毛 去倒立 去喝麻同水 去干的一些疯狂的事情的时候 你不想想人家的孩子在干什么 我上次节目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我为什么要抨击他们的行为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扰民 扰民这是其次 外国有很多人扰民 真正问题是 他们这种的狂欢 表现了游戏 这个比赛 在他们生物中的比重 占到如此之大的地步 任何一个上过学的朋友 你们都知道 如果你胸怀天气的话 你会为了一个战队出去 狂欢成这样吗 不会的 我们上次那会儿也追战队 也喜欢玩游戏 就是跟大家说的是 有的人一会儿出去吃个饭去 晚上吃个好的 喝点好的 朋友们吹回牛逼 完事了 高兴吗 高兴啊 是个好事 没说不高兴 但是没像他们这么夸张 他们这种夸张只证明 这个游戏在他们生物中 这种绝对的地位 那你游戏占了绝对的地位 你心里还有别的东西吗 你的眼光呢 你的眼界 你的知识储备呢 中国这些孩子 有人说说什么 说80后 90后废了 现在中国这批大学生 才真的是废了 这些人 连世界上同龄人的脚后根都看不见 有些人你们还说 不要着急 那你告诉我你什么事着急 所以说当然了 他们好坏 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尽我的义务 尽我的本心 我把这个道理传递给大家 你认可就认可 自己想办法 去保住你的本心 去争取 至少说不说追上同龄的外国人 至少你把你同龄那帮傻子压在脚下 你能够跳出来 也是个好事 如果你不认可 我们就应该玩游戏 你赶紧去 我不拦着你 好不好 赶紧去玩游戏 对棒棒的 好吗 你以后就天天等人EDG赢了以后 去喝满通水 好吗 真的是无语 好了 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还是那句话 我说这些道理 我希望有人能听进去 我希望你们因为听进去我说的话 而改变你们的命运 跳出这个圈子 让你和你的后代 能够生活在一个更广阔 更幸福 也更自由的世界里面 而如果你做到了 将来我们有缘再见的话 不管是在网络上 还是在现实里面 我们一起喝一杯 聊一聊过去这些事情 听听互相的经历 互相也吹吹牛逼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 我有时候想过 等砖头我老了以后 我可能会开一家小酒吧 每天我又站在八台后面 擦那个杯子 就听大家这么聊天 经常有朋友过来 路过来喝一杯 我觉得那个日子特别的美好 我希望那一天的到来 好了 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节目的话 欢迎你订阅评论 转发点赞 点开我们小铃铛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